這年半以來做了一百六十多個個案 我都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都不明白為何你會為了 這些是你的數據 為了那千多塊而做這些事情 我不知你 如果你真的看錢看得那麼容易 我可以回答多了 我不是覺得你非要我或者怎樣 我覺得你不會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你的手法又不一樣 我不擔心下一次有客人 又來找你講情的問題 如果你再出這些事情 不知道下一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是那句會被他選擇 我還可以說下一次你會做什麼 你被人選擇是對的 但是過程的時間是不是對 我就有點失業 好 好 我會記住你的意義 你不享受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 有可能吧 對 性治療催眠師 叫女記自摸蟹地 今天就會示範一個叫做 各種的催眠心 這個催眠師 聲稱會幫人忘記前度和問前世之外 還會減肥 醫感冒和 性冷感 你沒聽錯 不是冷親 我們的記者就自稱性冷感 看你怎樣 問完一大輪入正場 問完一大輪入正場 是非常好 其間叫記者幻想最喜歡的性愛體位 又叫記者自摸 還說想著高一點就抓住手指 後來還暗示記者下次單獨來 不過有資深催眠師說 性冷感不一定關生理事 但他對質時還死撐 是否需要磨 還是否需要磨 快點 快點 快點和有效點 那跟智慧有什麼分別呢 是你主動搓手指 是你叫我 一個男的醫生去幫一個女病人做檢查 好什麼都好 是不是更加應該要有第三者在場 這個是你的看法 但根據專業治療師手法 處理異性治療個案的時候 他的確要有第三者在場 停機會說 若催眠治療期間 受到和性有關的侮辱 或者不恰斷行為 就可以救成性騷擾